誒 海業弄好啦 我等它很久啦 還沒整理 還沒沒龍 所以裡面還是髒的 誒誒誒 每次都忘記鑰匙在左邊 好 大鎧宴 好大一台啊 好大鎧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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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 還有 那個冷煤桶改的 然後兩個Potro的輪圈 這個 上次很多人在問啦 有沒有說叫我那個 307要加987油是誰 就這裡 我跟你講其實很多這種 修理廠的資訊 後來人家叫我介紹我都不介紹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 對車行的跟對消費者不一樣 你消費者龜毛啊 來我要跟你解釋一大堆 你還要比價 你可能坐在那邊 眼睜睜睜一直看著我修 我壓力很大 給你的價錢比較高 再加上還要看裝潢程度 而定 裝潢越好 有冷氣給你吹 所以有哈根達斯給你吃 有黑絲襪給你看 有可能便宜嗎 所以喔 有些車廠他是針對 同業的 有些是針對消費者 那價錢會不一樣 你不要說 喔小四你那個 你們那個好像很便宜什麼 然後來找人家 要用一樣的價錢 人家才不理你 而且喔還有第二個就是說 我跟老闆會哈 你家裡有一定會哈 搞不好你們是 九四籌家 看到 沒剛好人家看到就 不對言 講兩句話嗎 就 互相都覺得很難相處 我如果幫你介紹來 你說阿小四你不是介紹 我覺得那個老闆好激發 對不對 說不定是你激發 人是互相的嘛 我喝的來不代表你喝的來 好不好 所以不要再私訊 叫我介紹 北中南各地的修理場 我們就是不介紹 而且我們也不可能背書 他也沒給我錢 對不對 他如果有給我錢 我就幫你介紹 你看這看劇 放眼望劇全部都是獅子 所以他以前是從原廠出來 等一下帶大家進去看 那個辦公室看起來 也是不缺錢的樣子 所以喔 老闆愛修不修 哪一天有開門 我們不確定 不過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不能出國 所以大部分老闆都在 那我們今天開在白色的207 這個是小師 好像三年前賣出的吧 然後這次收回來 然後想說順便拍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 修標誌的地方在哪裡 順便把車丟給他檢查一下 喔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為什麼這個修理廠 他對同行收比較便宜 因為我們不會催他 催掉錢你不知道嗎 蛤 不催他就比較便宜嘛 對不對 我就丟給他 然後跟他說什麼問題 他有空就看看 有客人來 就先去忙客人 對不對 然後我們沒有給他時間壓力 對不對 再來我們也不會叽叽巴巴 大家有一個互信的原則 而且再來一個就是 我們的生意是穩定的 你這次來修完 你下次什麼時候來都不一定 可是我們一直 車行是一直都有車啊 跟我們維持良好關係 我們就一直都有車給他修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這個 我不介紹修理廠 還有一般消費者 跟我們車行在所有修理廠 當中最大的差別 有的老闆 他就不喜歡跟消費者講話 你知道那種職人 會有一個 自尊 自尊 對對不對 喔看 我跟你解釋半天 媽講的你又不懂 講的又不會做 做又不會聽 聽又聽不懂 媽媽做不好這樣 對不對 懶得跟你講那麼多 我們前台車丟 就說冷氣不練好 要走 不用講話 對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單純 不用在那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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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用麻煩 反錢有沒有 不用我在工廠押好出來 阿在那邊轉你自己拿 對不對 對 差很多嘛 那服務費其實是最貴的阿 好不好 走我們進去看一下 走 阿對 我順便是要帶泰山來買豬腳底 來這邊 喝一吃 好不好 買不去法拉利買豬腳底嘛 都沒在騎我跟妳講 我大概已經看他放在這邊 三年以上 嗯 就一直在這邊 沒有看他騎過 跟台南騎嗎 可以啦 豬腳底捏 豬腳底是不管說你長騎或不長騎 然後問題都是一樣多的 對啊 沒有差好不好 所以 阿這種場都是我的夢想 嗯 我如果開一間二手車 還沒那麼太快 還沒那麼舒服 不要吃專業的店 我可以出來 像探車一樣 欸 那位先生請問你要喝什麼飲料嗎 請問我有什麼選擇 有 你有兩種選擇 不要或不要 蛤 罐一罐喔 不查一下喔 看一下啊 但這什麼問題啊 你都不冷 喔對啦 沒不夠 蛤 沒不夠 差很多 算很多啊 對 我覺得理工才能夠 是吧 不管你幫我尋一尋看啊 什麼問題啊 如果沒有要賣的話 要不要搞一下 要不要搞一下 反正那麼險 現在疫情不能出國 要不能出國啊 要不能出國啊 弄一下啊 就要拔進去的都 你不要我要花錢 你不要懶得花 懶得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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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還要做事啊 考驗一下你的寶刀 有沒有老啊 你已經很久沒有做這種東西了 我知道 嗯 沒有啊 因為 開這個很重要 怎麼大概那麼重 等一下 老了 對我的腰 對啊 不是啊 哪有差那麼多 很重耶 A few moments later 我們現在 算我找錢 要先弄 我都覺得找別人弄 都花了錢 弄不好 還是弄不好 我剛在凱藝店就是這樣 嗯 嗯 剛剛從修衣場出來 剛剛媽洗我兩三次 啊 不要再 不要再那個 到處玩了 不要賺錢 再賺一下 弄一下 啊你寶刀不能出國 趁家來 你把你這樣 別多拜 啊你就 你整個 你整個都要拆耶 他現在就是評估說 看 看大概多少錢 是要弄到 完整 或者是說 不要弄到那麼完整 至少不要那麼遠走 好 我們看怎麼評估 至少不要那麼評估 就是 我覺得最好就是 找一個日本外匯 最便宜 可是 可是 日本外匯會比較 一定 效果一定 一定 啊那個 價格 弄起來的話 會差零件嗎 沒有 你先去看新的零件 就知道啦 新的活塞還 新的很不曉 新的新朋友 進口車 你車價當時 一台八九十萬 他有個零件給你便宜嗎 你現在單車 可能剩沒多少錢 你現在一樣貴啊 對 你就去看看零件 看 弄點弄起來 你覺得怎麼弄 他有多少錢 我是覺得不發生 沒有 還是一定不發生 對啊 超過這台車的價值 可是還是要用啊 要不然 不然總部門車還是要報名 幹六點喔 好 好 好 幹 會不會丟車啊 不知道啊 我其實今天最主要是要感受 四千五的跟我那台 三千六的 到底差有多少 只是我覺得啊 車框就有差 我來車框好 比賽好多 也不能 可是這台車里程數 比較低耶 因為我那台車比較新嘛 好像也跑了十六七萬 這一台也跑十六萬多了 現在我聽到底盤有聲音 摳摳摳摳 可是其實因為我記得他這一個 四千六的這一台啊 他的輪胎比我那台白色的少 少一吋 這檔是二十吋 我那檔是二十一的 所以他過坑洞的那個 彈跳沒有那麼明顯 比較沉 還有加上車重比較重 這台車我覺得比較沉一點 像其實坐到凱宴啊 我老婆嫌他 完全比較跳 這台比較沒有那麼跳還是 對啊 因為他的輪胎的扁平比比較厚啊 然後 車重本身也比較重 所以他過坑洞的時候 已經比我那台還算沉穩 可是還是跳對不對 對啊 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車好開 所謂的好開就是過彎很靈活有沒有 然後你那個路感很明確 其實通常 坐起來都不會太舒服 很難 同時間 有沒有 你開沙巴 你不覺得很跳好嗎 蠻跳的 可是我當初 本來想要把那沙巴的避電器換掉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換 因為我覺得那避電器過完很好嗎 很好開 他那個避電器過完很紮實 很流利啊 可是 就是幹他那下巴有夠低的 我光從外面看他的下巴 我就覺得有一天他會掉下來 幹那天嗎 泰莎開回家 我想說會不會隔天來下巴就分開 下巴就已經分開了 那真的很低 那低到已經很誇張 你知道嗎 一拳頭塞不進去 假設真的要去換那個引擎腳 等於你前面那邊一起把它換掉 換個那種 背石燈的弄就好 你看 所以你現在要抉擇 你要放棄掉那個操控感 還是要出入方便 舒服 舒服 我是覺得要折中 所以我覺得可以選一個 稍微再軟一點 不要那麼高 嗯 好啦 反正喔 剛剛那個修理場 認識滿久的 當初我會認識他就是因為上次講的那個 他沒有跟我收一毛錢 然後叫我換酒吧 遇到這種白癡 大家可以繼續宅 他只要回來順便胡亂你說我換了什麼換了什麼 然後你回去記得以後加酒吧 他覺得媽可以撈好多錢 可是他當時沒這樣做 所以他之後撈更多錢 哈哈哈哈 因為我會繼續找他 這是一個放長鮮釣大魚的概念嘛 可是你看喔 就是人家對錢比較沒有這麼執著 對不對 遇到這種不來抖的 又對錢沒有執著的這種職人 你要叫他修還要拜託他 泰山 我剛剛是不是一直求他 對啊 要不要搞一下 弄下啊 做事啊 弄下了 你要再告訴我 再賺錢再賺一下 他就不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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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腰扭到啦 那很重耶 很重 那個很麻煩 要全拆了 有沒有 你看他遇到這種不 這種媽媽的職人 他又沒有把錢看這麼重的 你要修一個東西 你要用拜託的 不過我覺得這還不錯的一個地方是說 他會跟你講說 這個車還要這樣花嗎 在我們立場想覺得說 你這樣花 這台車才剩多少錢 那你這樣花到底值不值得 可是像我講 真的有些修理場 我以前的經驗是這樣 大部分 因為修理場 你第一次來修理場一定知道 那進去他會開始去試探 跟你聊天 然後去試探說 你對車了解多少 你為什麼來我這邊修車 你下次他知道你以後還會不會來 你不要看很可憐 你這社會這麼險惡 連修理場的都要話術 懂得擦焉觀色 要不然怎麼賺錢 社會能力 對不對 所以你剛來的時候他先了解 你是偶爾經過 來修 你看網路來的 你以後還會不會再來 對不對 好了解完之後 他就知道怎麼治療你 好先放長線 先釣大魚 先對你好一點 說啊這個東西 我幫你先簡單處理 他也要知道你是什麼樣的個性 有些人說 能修這東西幫我修一修 我便宜就好了 有些人說 我不要 我的個性就是多換性 他也要了解你的個性 然後就先 站在你的立場 幫你想一下 以後再慢慢的 對 他如果說 知道說 你只是經過 車忽然亮已經燈 你想說快修一修 下次你也不會來了 直接對不對 先處理了 趙下來 老闆媽的 此時不宰更待何時 這會好險惡喔 怎麼會這樣 不要玩這世界上了 這世界太黑暗了 我們這一種迷途小高羊不適合 什麼都罵 有目的 不能簡單一點嗎 所以我才說 其實有時候 那個 我們大部分 像上次阿德那個都是 他們都店面都不大 髒髒臭臭的 然後在一個巷子裡面 前不著村後不著店 你會覺得說 他們怎麼都有車可以修 其實有很多修理場 也都是針對這個同行 所以他 也不用出去跟人家挨一下子 服務也沒那麼好 也沒有什麼客戶休息室 我們以前 我們站在客人的立場著想 比如說客人跟我們買車 剛好住在北投對不對 我就說 那你去哪一間 那他去了回來之後 我 小事我覺得那邊太髒亂 有客人會反應阿 哇師父那個身體那麼髒 坐到我的車裡面 發動移車 有些客人不能接受阿 那當然知道我們立場著想 我們是 第一個我們認識久了 我們信任他 第二個 因為他都跟我們同行配合 我跟你講啦 如果你到 你到一個修車的地方 修理的技工出來 哇穿這個連身工作服 多帥阿 像消防隊這樣 肌肉猛男 然後哇 牙齒笑起來也白的 然後髮型也很帥 年輕 小鮮肉阿 有沒有 出來這樣 有沒有 這樣 牙齒還發亮白的 這樣有沒有 看人家這次修車了嗎 還是只會修地方媽媽而已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沒有一定的答案阿 也不是說客人 看不起人或什麼 只是說那當然 自己的車 人家手很髒什麼 也不能接受阿 阿如果你 你到一個地方去 然後去 他就把你方向盤 用套子套起來 椅子用一個 塑膠套把你套好 然後我剛剛講的 有個休息室 對不對 有冷氣 有電視 有電腦可以玩 有書報可以看 有咖啡 哈根達斯 吐司厚片 黑絲襪 有可能便宜嗎 那個時候 技術已經不是 第一要點了 所以你看 我也很希望說 客戶回來我們這邊 修理車的時候 有黑絲襪 幫客戶送他 那我們就不允許嘛 因為要灌在車架裡 所以只好我自己 穿黑絲襪 幫你送他 只能自己下海了 對 就自己下海了 在泰山穿黑絲襪 沒有 嗨跟達斯 小美冰淇淋好不好 小美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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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家去評估 有時候我們站在 幫你們省錢的立場介紹 那你如果說 欸我覺得貴一點 我要舒服一點 那有另外的地方 對不對 真的OK的嗎 在車底蠻不行 喵喵喵喵喵的聲音 喵喵喵喵的聲音 喵喵喵喵的聲音 應該很有力有沒有 其實我這樣開起來啊 坦白說這個整個 在目前這樣高速 雖然有點塞車啦 踩起來的感覺其實 就是中低速 開起來其實跟 我的3600差不多 高速可能 有可能就猛很多啦 這高速踩下去 這個錶才做160 會不會太少 MPH是不是 可是 它是MPH 可是它這個是KM 它的里程紀錄 計算的當位是KM 我想說 幹 17萬 如果是Mine的話 媽的我就中槍了 乘以1.6倍 開會要在車保山幾萬 幹 我就倒了欸 好 對今天這次那個 這個 凱燕的工單 會 後面秀出來 他有傳給我 會秀出來跟大家分享 好像花了27000多塊 修完了 那個東西 它空氣流氧器有兩個 好像換了兩個 空氣流氧器 欸這全新的 換全新 這個嗎 這個吧 對 空氣流氧器 換兩個 有兩個啊 你看空氣流氧器 就是它空氣跑過去 中間有一個感應器 在偵測 你空氣的品質這樣 它這個避震器的那個 阻力 是很理想的 然後過通坑洞 反應會空空很直接 插件 直接撞到底 沒有再糾纏一身的 你知道嗎 對 每一下都是直接 一撞就是撞到底的 什麼料理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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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再擦車吃啊 了啦 簡單好 嗯 四萬一千五百塊 來跟你請點一下 你說東西都在車上 我要多換了 點一下 換GTI 新款鋁合金 引擎腳 引擎腳 幾乎換了三支 全部啊 全部喔 全車子都換了 啊全車是三支嗎 全車是三支啊 所以電條那些都換掉了 換掉了 這個都已經拆引擎拆下來 你沒有換鏈條 欸 SWAG SWAG現在很流行耶 SWAG你哪有啦 不知道 現在在自拍台灣A片黑的 啊對 這個就是鋁合金下面的 換成鋁合金的 鋁合金的 這是鐵的 原本是鐵 現在換成GTI鋁合金的 對 換成GTI鋁合金的 這個價值是什麼 新的料號 來的全部都是改成這樣 那你換成新的東西的時候 你上面的電瓶架要換 然後加上電瓶盒要換 那個要5000多塊 啊所以你現在怎麼弄 我把原來舊的支架移到 啊 等於這個引擎腳 是用這個裡面的 用新的裡面的 對 它這個 就是價值沒有換掉 價值沿用原來的 它現在只出這種價值 它這個東西是 本來是這樣子合在一起的 它兩個合而為一啦 你把它分解 對我把它分解 然後換成這樣 就不用換電瓶盒 不然你為了這個要換電瓶盒 我們現在換便物箱引擎腳 這個就是便物箱引擎腳 然後你來看現在新的 這個新的便物箱引擎腳 射邊之後改成這樣子 你看這個形狀 跟這個形狀是不一樣的 那插在哪邊 插在 這個上面是固定點瓶的位置的 為什麼換便物箱引擎 你看它這個 這個地方是沒有間隙的 這地方是蹭在最上面 你看這個地方已經 掉下去了 手指頭可以放進來 有沒有 這已經掉下去了 新的話這個地方是密閉的 那現在怎麼改勒 新款的支架這邊上面不能用 因為這個牽扯到電瓶蓋的問題 如果要換成新款的話 你可能要連電瓶蓋都要換 所以我們現在用舊的要移過去 看一下這個 快掉的時候就是這邊 間隙會很大 這邊已經斷掉裂掉了 所以會晃動 新的跟舊的比 再拆開這個支架不用 然後我們現在把支架拆掉了 你看這個是不會動的 然後現在把舊支架移過來 這個新的位置 這個支架不用 用舊的 然後現在舊的移上去了 你看電條 電條跟滑板 我連這個也幫你換了 這個就是控制電條的張緊 推著滑板嘛 然後滑板撐著電條 一方 你如果這個沒有換的話 有可能這個會疲乏掉 它這個就是怕 比如說這個電條鬆了 它會不會把它弄進 對它會把它抵住 有的你拆下來的時候 有的這個就會 壞掉了 或是你油泥太多的時候 它可能卡死 它就沒有彈性 就順便換了 那邊有漏油 洗手那邊有漏油 所以油風慢慢換掉 順便換 不然你那個漏油 它滑板也有三塊 這個就是氣門油風 氣門油風 這HOOTIA吧 這還有油風嗎 就是硬的啊 硬的才會刺激油 但這也是很硬啊 你摸摸看 這就是裹鍊條滑板的位置 固定的地方的 所以你這邊也會 省油出來 這個Size剛好合你啊 如果是我的話 這個也進不去 這也太小 有不大一點的 我的這個啦 這個我就可以啦 阿安用這個 錢到車啦 我就說 說這種車 一定就是要找專業 我跟你講 這錢花得要值得 其實 國賀 它不算是 跟同行同業會配合的廠商 其實你看它裡面的裝潢 還有咖啡廳什麼的 他們是比較偏向於對消費者的啦 那因為對消費者的 當然它小賣嘛 那價格上面 可能會比較高一些啦 提供好的服務嘛 但是我是因為跟它太熟了 然後老闆的人又 比較隨興一點 所以有時候要請他修還要拜託他 呵呵呵 因為沒有客人有那麼麻煩的要求 有時候齁 開這種冷門車 修不修的好 比便不便宜還要重要 像其實原本沒有說要換鏈條啊 還有那個滑板啊 但是它就會覺得說既然拆開了 那就順便幫我們做一下 預防性的更換這樣 那雖然這個不是GTI啦 所以它的加速起來齁 當然就沒有那麼快 可是我覺得以1600的表現來說 算蠻不錯的 那這個車經由這次花費完 我這樣試起來 我覺得回去再稍微做一些美容補強一下 應該會賣在15萬到20萬之間吧 我再回去算看看 還有沒有什麼要花的 那基本上 我覺得這車開起來 目前底盤也沒有什麼聲音啦 就剛剛說底盤壞掉 因為它也幫我把後面的稱套換掉了 其實這台的變速箱的電腦齁 我在好像兩三年前賣給客人的時候 就換過一次變速箱的電腦 因為像207這台車自排款齁 它很容易有這個變速箱電腦壞掉的問題 那基本上應該很多車油都有修到過 還有前一集GTI有講到呢 就是吃機油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就是利用把氣門油風換掉 那可以減少它這個吃機油的狀況 為什麼我說減少齁 因為我覺得依照我對這個歐洲車的經驗來說 你要說完全不吃機油 我覺得機率是蠻低的 但是就如同我之前常跟大家分享的一樣 我們至少不要在每一次保養之前 我們就亮了機油燈 我覺得這樣就有點太快了 所以的確它剛剛拆下來的那些耗材裡面 這個氣門油風片片都已經硬化非常硬 所以那個都會造成說油從那邊流失掉 機油從那邊流失掉 順便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個一二十年的這個二手車的經歷 其實我們也試過很多修理場 有些修理場不貴啦 可是它修理完你就是還是會有一點點的不放心 所以你就會想要測試看看 然後尿它有沒有 欸你是沒收你好對不對 有些怕它偷工減料啊 有些做同行啊 會偷工減料 有時候我們會這樣 可是有一些我們配合久了 像國賀這種 車出來 我跟你講我一點都不擔心 這個引擎還有問題 我就是直接就是操 直接就是衝了 因為我對它的職人的精神 還是蠻有信心的 而且那個老闆啊 從我認識他到現在 哇幹十年應該也有了吧 你看他廠子裡面的布局啊 還有他會去一些 跟我們一樣會去布提布告有沒有 做一些機器人有的沒的 在那邊切車頂有的沒有的有沒有 那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去體會了解到 其實這個人喔 他某種程度上面 對車還是有一定的興趣 有的人興趣不是修車喔 有的興趣也不是改車 有的興趣是賺錢 有時候消費者也要 稍微去區分一下 那當然有人覺得便宜就好啦 那像我 我會覺得說 如果他對車有興趣的話 他絕對 有這個職人精神的話 他不會把我車亂搞 但是尤其冷門車喔 還是要找到專修的是最重要的 我們上次試的是手排車 這次是自排車對不對 所以自排車 我們就要講到它的變速箱 他們這種設定的原則就是 都讓你在這個退檔之後 你鬆油門之後的再加速 它都會自動退檔 然後幫你把這個引擎的轉速 維持在一個水準 那這樣你在再加速的時候 隨時就可以有隨傳隨到的動力 聰明的變速箱啊 它絕對齁 你的引擎馬力出力也許不大 可是如果變速箱夠聰明的話 也會讓你覺得這台車很好開 因為它隨時把你保持在一個 最恰當你最需要的轉速 而且這個開起來齁 很多人都問我說 小四哥 我最近在看Focus跟這個 Golf 1.4 TSI 你覺得哪一台好 那通常我都覺得說各有好處 但是坦白說齁 歐洲車開起來整體的結構 底盤的感覺 真的還是略勝一種 還有他們的變速箱的調校的那種感覺 就是讓你開起來會覺得 很有熱情的感覺 所以呢主觀我不管 但是我回答它是說 那你以妥善率好照顧 一定是Focus 可是對我而言 我會選Golf 那是以我來講 你們不一定是這樣 好啦 花四萬多塊還不好開 媽的我就瘋了 定位回去再弄一下 看這輪胎要換掉還是定位 再調一下這個車 讚 這個車拿來當代普車超爽 如果花十幾萬 每天要開這個出門上班 其實心情也是慢愉悅的 這一集就拍成Vlog的形式 跟大家分享 然後一台標誌的車子 207 然後大概會產生的問題 那基本上這個車 在之前就已經換過 變速箱電腦 然後冷排 然後水箱一些耗材風扇 再加上這次換的 那基本上也差不多該換一輪去了 那這集小試Vlog就在這邊結束啦 記得分享訂閱 多留言 加入討論 好不好 鼓勵我們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 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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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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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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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